现在大家看到的是上海宋江区的一个厂区宿舍吧 已经隔离了45天了 宿舍条件也是一言难尽呢 虽然说上海跟工厂现在都是倡导员工 地址返乡啊什么之类的 但是现在你不去试一下 根本不知道返乡到底有多难 最难的它不是说要你的通行证 或者24小时抗原48小时核酸 这些等于说是最简单的 最难的是你没有吃 你打开12306上面 你看着是有车票 要么就是互补 要么是根本你就点不开抢不到 有私家车的话好走 说走就走 然后你拿到那个离户证明 核酸证明考原证明 你目的地的接收证明 就可以走了 车牌号报备一下 难的就是我们这样 没车的又想走的 你打开软件买票的时候 它显示的是是有这个车词 但是你点进去的时候 根本点不动 根本不给你机会 可以说是 所以呢工厂不复工 返乡又返不了 就是 等于说就是 现在在上海的人嘛 没班上的 就等于说是 骑虎难下的状态 虽然说厂里面 你们想走的 可以现在离职 回家了等等等等 但是我们还是不敢轻易离职 至少你在厂里面的话 还有一口吃的 有一个住的地方 万一走了 又回不了家 那么出境就尴尬了 大家可以看到 高架桥上没有小车子 这两天是静默期 说实话 管控也挺严的 悉尼话还是想走 但世人走不了 这就是目前在上海 务工人员的现状 建了公共交通啊什么的 都是十分的戏谑 看着是 好像是恢复正常运营了 但是就是轮不到你 如果你找黑车的话 动辄就是 一点路就是好几百块 很多人都记得 像热锅上的蚂蚁 都说了 如果离开了上海 就再也不回来了 这样子谁还会再回来呢